即时新闻综合报道,台北华西街过去一卖蛇肉,杀蛇秀闻名,但伴随著政府禁止表演杀蛇叫卖,蛇肉专卖店接连关门,如今连华西街最后一家蛇肉专卖店亚洲独蛇店也将在下周一正式结束营业,被封为怀旧达人的制作人张哲生在脸书分享此事,引发许多老台北人的不舍, 纷纷在脸书上留言,与童年回忆告别,张哲生昨晚在脸书PO文,只走过一家紫岁月的猛侠华西街亚洲独蛇店即将化下句点,将在本月21日上午10点半,于知名艺人郭子前模仿令人怀念的杀蛇表演之后,就会正式结束营业,走入历史,届时现场也会有数千条仿真的玩具蛇免费送给到场的 民众张哲生也指出,昔日到华西街的游客,对此处最深刻的印象,就是看杀蛇狼叫卖,在蛇店前看猪红毛猩猩玩蛇,看大蟒蛇生吞白老鼠等,亚洲独蛇店也曾经驻无数男子汉勇猛上阵,如今却将独自转身下台 张哲生感叹,这些记忆的一去不返,代表着一个时代的结束,许多网友看到后,纷纷在底下留言直呼 可惜了,他们的蛇肉汤超好吃的,很不舍怕即将不见,我的皮肤问题在这里喝蛇汤弄好的,以前读书时代晚上会去看的表演 30年前来台北很深刻的记忆,好久没进去那条街,不知道只剩那最后一家了,也有人表示敌不过岁月,妈妈最爱的蛇肉店,和妈妈一起走了,时代改变了,很多产业也得跟住变